从目前的头部来看 这应该是大熊猫 它头向那个地灵那边 然后围在这个西边 大熊猫竟在墓葬中被发现 汉文帝墓中为何会出现大熊猫骸骨 难道这里竟然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 发现了汉文帝的霸凌 这个陵墓的出现 最重要的一点 便是填补修改了我们历史上的一处错误 作为文景之志的开创西南区 它的墓葬在历史上 实际上早就有记载了 这个地方大家也并不陌生 正是如今的白鹿园 当年在这里寻找其墓葬的团伙和专业人员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可大家都知道 许多帝王陵墓为了死后不被打扰 都是放出的假消息 在许多人无功而返之后 大家都觉得这座墓葬根本不存在 但是事情就是这要巧 当年警方发现了一组 涉嫌非法交易文物的犯罪分子 经过侦查 发现这伙人竟然有着盗墓的重大嫌疑 警方随即对这些人展开抓捕 就在被盗文物成功被追回后 大家非常开心 警方联合考古专家组 前往了当时盗墓贼挖掘盗洞 盗取的陵墓 来到这里后 专家发现 这些盗墓贼可能错过了一个重大发现 他们盗取的 只不过是一座古人打出的临时墓葬 也就是说 本就是为了麻痹人的 根据他们的经验来看 大墓一定就在周围 现如今 在高科技的辅助下 他们寻找墓葬就简单的多了 他们将周围绘制了一幅图 发现离道洞大概两公里处 有一处山包非常奇怪 随即他们前往实地考察 结果让他们震惊 这里竟然是一座 城县亚字形的超级大墓葬 说它是超级大墓 并不是夸大其词 在主墓室周围几公里内 他们一共发现了 多大110个陪葬坑 算得上是历史之罪了 在此之前 他们发现的最多陪葬坑 也不过才80多个 墓主人究竟是谁呢 从墓台的头部来看 这应该是大胸帽 他头向地灵那边 然后位在这个西边 陪葬坑多达110余座 占地面积超大 甚至要比汉景地规格更高 专家对墓主人的身份非常好奇 好在大家在陪葬坑中 发现了不少的陪葬品 这些东西 竟会给大家一个答案 当地专家组 急忙将这里发现的情况上报 一时间 全国的考古精英都聚集在了这里 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真相 他们来了以后 对陶勇 词贯等进行了一番分析 发现这些东西 极易可能来自于汉文帝时期 而且他们顺着大墓的规格级走下 还成功地找到了包括皇后 以及宝太后的墓葬位置 宝太后是谁 那可是汉文帝的母亲 如果不是血脉相连 他们的墓葬 怎么可能在一起呢 现在的发现 实际上已经非常大了 但是这还只是这座 大型墓葬的冰山一角 如果真的发现了 汉文帝的墓葬 那么可真的是很大的发现了 为了彻底验证古物时间线 他们将墓葬中出土的一些文物 送到了专业的鉴定机构 还请来了不少的地质学家 开始对几千年前的这片土地进行复原 一时间 光是参与到这座墓葬发掘的人 就不下千人 大家知道 所有的答案 都需要我们一步步寻找 他们找来了大量史料 开始进行复原 发现他们现在所处的这座墓葬 不管是规格 还是无风土这一行为 都是有着极高相似度的 在众人对这里调查清楚后 最后公布了这一处墓葬地点 他们一致肯定 这就是我们找寻了 千年的汉文帝的墓葬 霸灵 而它所处的位置 也的的确确是白鹿园 也就是说 当时的史书记录的答案是没错的 但是想要发掘这么大的一座墓葬 仅凭盗墓贼 他们是不可能做到的 要知道 即便慈禧的陵墓也豪华不已 并且位置还被确定 但是孙殿英的军队找了三天 竟然都毫无收获 你无法想象古人的智慧 能在这里隐匿千年 绝对是有着独门守法的 如果不是我们有着高科技加持 别说找到这座墓葬了 你甚至都不可能找到之前的倒洞 而实验室此刻也为现场传来了结果 根据他们的无损伤检测来判定 这些陶勇时间上非常接近汉文帝时期 大量的证据摆在面前 这让专家们异常兴奋 打开它的墓葬 无疑会对我们的历史有着大量填充 然而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其陪葬坑中 竟然有大熊猫遗骸 从目前的头部来看 这应该是大熊猫 它头向地灵那边 然后围在这个西边 汉文帝陪葬坑 竟然发现大熊猫踪迹 为何大熊猫会被陪葬于此呢 难道汉文帝当年就非常喜欢大熊猫吗 在对汉文帝的灵木发掘中 大家发现了不少的逃用户 车马 110多个墓葬坑中 陪葬的物品 从日常生活到休闲娱乐 可谓是应有尽有 几乎是打造出了一个地下皇宫 车马的规格也是非常豪华的 但是让人们诧异的是 汉文帝的墓中 金银铜铁这一类的陪葬品却很少 不知道他是不喜欢金银 还是怕被盗 这类物品很少 而历史上 对他这一点也是有记载的 当年 汉文帝虽然开创了文景之志 但是他觉得 自己的国家刚刚兴起 后继勃发 他的政策刚刚使得国家恢复元气 所有的王公大臣在死后 最后不要用这些身外之物陪葬 而自己 更是定下禁止使用金银器作为陪葬品 不过在薄太后的墓中 还是出土了不少的金银器的 他对自己的母亲十分孝顺 这在历史上都是有名的 而在一些墓葬坑中 大家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遗骸 其中 竟然还有大熊猫的遗骸 汉文帝时期 距离我们现在上千年 大家本想在遗骸中 找到一些已经灭绝的动物骸骨 可没想到 大熊猫竟然成为了他的陪葬 在我们现代社会 许多动物都被列入了保护名单 但是在当时 对他来说 这也许是自己喜欢的一个宠物罢了 除了大熊猫遗骸 还有金丝猴等珍稀动物 而陪葬大熊猫的不光是他 其母亲宝太后的墓中 也有大熊猫骸骨 甚至还有犀牛骸骨的存在 这些都是颠覆我们历史认知的 也不知道 在当年 大熊猫在人类心中 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算是考古史上 不可多得的发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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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